LUE 如主播讲评 苏豪商誉 经验付出 三度追分 败给裁判 林苏豪 付出了 在缺赛17场之后 林苏豪 经验出登场 表现优异 大家接着来看 因为要限制 林苏豪的时间 所以今天林苏豪是板凳出发 寻惯例要介绍一下 在火箭的林苏豪老朋友 其实现在只剩下 第一个就是黑贝 第二个就是哈登了 那Monte Yunus呢 双方还在争执中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比赛 在第一节4分14秒的时候上场 这时候 篮网是输10分 对上哈登 Ariza投 没有进林苏豪抢 哇 被倒倒 林苏豪对上哈登 你看林苏豪 哈登把球丢掉了 可见他今天还对林苏豪蛮客气的 不想单打 林苏豪 想林苏豪的话 今天林苏豪在出赛表上是列出 所以这是不是跟原先林苏豪 拍了一段视频说 他很高兴可能可以出赛 然后又很快的删掉了 有关系 大家看林苏豪带球过半场 你看 林苏豪上场以后 好像 篮网他们就紧然有序 你看每个人都打得好像很 很细弦神定 SK2三分得手 Harris丢给林苏豪 你看 他们好像就打得很紧然有序了 你看林苏豪进去 可惜没进 但是他们抢到篮板 还是追出来 然后再给SK2 再给林苏豪 他再带进去 然后掉给中间 可惜没进 但是这球打得 好像有林苏豪在场上 他们就打得很 很自在 很安定的感觉 反而是火箭他们打得有点凌乱 你看林苏豪去守他 7号被7号 守到他们没有进 林苏豪再守 还是没进 林苏豪打了一个 这个时候火箭撞人犯规 火箭在一阵乱军之中 没得到好处 过半场 非常的维莱 打得非常维莱 上次往外 很容易就得到两分了 现在已经缩小差距到五分了 在左上角 他还手黑背 黑背要往内 背凌做手处 气前神定的运过半场 他真是 篮网稳定的力量 好 火箭犯规 刚刚被林苏豪守住 现在换 林苏豪进攻 黑背防守 他说 他驻驻快速 然后他的第一步 林苏豪的第一步是联盟最快的 你看那个黑背马上想要打 结果打不进来 然后他们在讲说 林苏豪这个 他这个打法 他们 not see very often 就是不常看到他这样打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得了两分 让那个比数又回到五分差 第一节结束 24比29 被林苏豪追回了五分 现在 篮网是 输五分 不知道为了什么 在林苏豪不在的第二节 那个篮网又一阵凌乱 结果 现在又输了15分了 第二节 4分56秒就上了 这时候 篮网是输13分 林苏豪带球过半场 给Lopez 然后 就这样子 Lopez就进了 所以林苏豪跑位也是很成功的 替Lopez 黑背头球不进以后 SK2你看 他现在运球过半场 也是很弃前神定 也是很稳定的 运球过了半场 Lopez要打中线 虽然没有进 但是 好 林苏豪现在又稳稳的带过半场 他把别人叫走 好 好 这时候替Lopez 找到了空间 好 Lopez 上篮 今年的篮网 可说是 名牌运机 你看 这是SK2 这个是 LV LeVere 然后林苏豪跟 Lopez 7-11 这也是名牌 这只有这个笨奈不是 控制节奏 非常的稳定 现在看 哈登 你看 他的控球 你看 也是非常稳定 所以林苏豪 真的是 不妨多让 这种哈登一线球 林苏豪在右边 你看 过去以后 哇 给SK2 SK2 3分得手 在转眼之间 他们只输10分了 林苏豪没得什么分数 但是 他的助攻 他是带领球队 让他们只输到 只输到防守 你看 防到 林苏豪拿到球 立刻快攻前方 得手 现在只输8分了 你看这球 现在剩56.4秒 你看 林苏豪要拿球 你看 很慢 加速很快 你看 他们全队就跟着动起来 你看 每个都很快 哇 你看 再往前 再往 往内切 所以他们都会 跟林苏豪的节奏配合 所以林苏豪带领着他们的节奏 哈登上篮不进 好 这又被林苏豪抢到 你看 只能要3.8秒 3.5秒 林苏又冲上去 撞到哈登 结果他可以罚球 53比43 你看他们重播这球 中场 43比53 篮网输10分 又被林苏豪追回来5分 林苏豪这一节并没有得分 但是呢 他却能带领篮网 又追了5分 LU1 如主播讲评 苏豪商欲经验付出 三度追分 败给裁判 上半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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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4 4